宝宝 你一上班我就一整天都看不到你了 不过还好 我为你准备了小仙盾哦 抱一下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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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快松开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总裁夫人 这个小仙盾你就先放公司冰箱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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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头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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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莉居然对总裁 好啊 哎呀 嗯 我我要迟到了我先走了 拜拜 总裁我们这个季度的目标 以后再说吧 大家停一下啊 从今天起为了展示我们公司的专业度 每个人都去拍一套职业照再换成微信头像 没意见吧 有意见 用什么微信头像是我们的自由 而且微信又不只是为公司服务的 我们也要自己的生活呀 对呀 米莉你一个新入职的敢这么嚣张 业绩做得很好了吗 这和业绩有什么关系 这个方案三天内完成 其他人不换头像的 一天扣两百 啊 是不属于我的业务范畴啊 三天怎么可能 完不成就是你能力的问题 要是做不出来可以直接说 直接收拾东西走人就行 做就做 啊好难啊 去温柔一下 这个是总裁买的小线段吗 居然偷吃总裁买的东西 等你做不出来方案一起开箱 咳咳咳咳咳标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下班啊 不行我还要加班改方案呢 这么努力呀 你还说呢 这几天熬夜改方案我连状态都不好 谢谢 还好没吃饭 罚款200 为什么呀 因为你着装不规范呢 昨天晚上12点我就在群里说了 第二天上班 所有人都要穿正装 这样才能展示公司的专业程度 公司的专业程度 应该在业务能力上体现 而不是什么着装和微信头像 你与其做这些表面功夫 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提升部门的业务能力 公司什么时候轮到你 这么个小员工直手画脚了 我看你不愿意换衣服 是另有所除发 方案做好了吗 做好了 确实做的还可以 但你还是要做 你偷吃总裁买的小鲜盾 我已经拍下来了 公司绝不允许这种人存在的 这个人 你开除不了 总裁号 总裁 米丽不仅不服从安排 多次挑衅上司 而且还偷吃总裁 你买的小鲜盾呢 米丽是我的夫人 那小鲜盾是我特意为她买的 你怎么就很偷吃了呢 夫人 安经理 你做事俗于表面 导致员工安生载道 用植物质变 激压下死 你被开除了 大家可以把毒箱换回来了 着装只要得体就好 太好了 我早就想换回来了 就是就是 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 你们每个人都安排一张小鲜盾月卡 健康营养吃起来 谢谢总裁夫人 谢谢总裁夫人